特朗普总统周四宣布对另外价值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后 一些美国商界的团体表达了不满 美国商会执行副会长国际事务主管博麦伦发布声明表示 再次加征关税只会让美国商界农民工人和消费者们遭受更大的痛苦损害美国经济 美国商会敦促美中贸易谈判能迅速的取得进展并且能够尽快撤销所有余下的关税 此外另外一个商界的组织美国服装与协业协会总裁兼商首席执行官李克海芬斌也发表声明 他在声明中表示关税是对美国消费者加税 他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给美国家庭增加这些额外的开销表示震惊 他说这个决定将会使关税覆盖所有服装鞋类以及像毯子或者床单这样的家用的纺织品 他认为现在国会应该站出来拿回管理国际贸易的权利 与此同时也有行业协会对特朗普政府表达了信任 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迪蒙斯在声明中表示 美国制造业者们同意中国存在欺骗行为的情况 特朗普政府最新的关税行动毫无疑问将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但是也会引起美国制造业工人和他们家人们的注意 他们感觉到当前关税所带来的负面冲击 并且感到这项新的贸易关税会令他们更加不具有竞争力 但是他们也相信特朗普政府在寻求长期提升的同时 考虑到了所有这些短期的经济下行的风险 今天的专家试点 我们就这一话题邀请到美国维基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的副教授 陈昭辉与我们一同来探讨美中贸易争端最新的进展 陈教授是通过Skype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 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是 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一些行业协会有的支持 有的反对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的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 他是认为新一轮的加征关税的举动 不会对美国造成一些实质的冲击损害 他认为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但是他说对中国可能会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那么不知道您对新一轮的加征关税的这样一个举措 是什么样的看法 您认为新一轮加征关税对美国经济和这种商业的发展 可能造成多大的影响或者冲击呢 这个新一轮的增加关税的话 势必会导致就是中方的报复 现在就要看的就是说是看中国是怎么报复了 如果说中国报复的力度大一点 比方说是对在华的美国企业进行一些制裁 使这些企业不得不撤回的话 那么的话会对美国的企业 美国的企业和公司还有就是股票市场都会有很大的打击的 所以说这主要是看中方的一个报复的问题了 我估计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的话总的来说就是说是贸易战升级的话 总会会对这个全球供应链有很大的打击 因为现在很多的供应链都在中国 所以说的话如果说是这个美洲这个贸易战是悬不绝 而且的话是不断的升温的话 那么的话美国企业的话就只能从中国离开 到其他地方去寻找供应链 这样的话实际上是对美国的企业会有一定的损失 但是的话它一旦通过比方说中期就是两到三年 它能够把重新把它的供应链找到的话 那的影响是不会太大 但是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 对中国的影响会更大一点 这个先是之前的25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 加征了25%的关税 现在这个新一轮的余下的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加征了10%的关税 那这个您认为这一举动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似乎这个对于美国来说 这一举动背后的它的这个逻辑似乎是说 这个只要持续的加征关税的话 那么就能迫使中方让步并且达成协议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中方对于这个美中贸易战的这个态度非常明确 那么根据中国的外交部方面 他们的这个说法说 对于美中贸易战 中国不想打 但是也不怕打 那您认为不断的这种升级加征关税的规模 真的能给中国带来所谓这种沉重的压力吗 能否在短期内迫使中方让步呢 短期内的话可能很困难 但是的话你要说是从两国的态度 就是当然美方非常坚决 中方也是从外交部发言人来说的话 他们的表态也非常坚决 但是我们同时不要忘了 这个中美两方的贸易战 对双方造成的是比较大的伤害的 所以说的话我们要看到了 尽管说两方的态度都比较强硬 但是的话的这个谈判是一直在发生 即便是在很困难的时候呢 也是在发生的 所以说的话 我认为的话怎么说呢 就是短期内 就是这个事情被解决的可能性是不大 但是的话双方的话会一直 一直会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 那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美中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那么现在美中两国 这个第二季度GDP增速 都出现了这种放缓的这种情况 那您认为这次这种贸易战 进一步升级的这样这种事态 是否会进一步加大 美中两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呢 短的回答就是是的 当然了就是现在这一次 就是这个第二季度的话 美中两国的经济下行的话 跟贸易战的关系不是很大 各有各的原因了 但是的话呢 就是从就是看咱们未来的话 如果说是这个贸易战升级 然后双方的话互相不断的制裁对方的话 那我想的话 对两边的那个经济发展 特别是经济增长的话 应该是会有比较大的副作用的 是的 我此前也曾就这个话题 采访过一些这个业界的人士 那么一些分析人士也是认为 那么这个美中贸易战的升级的话 那么对于两国来说 可能都会面临更大的这种影响 或者说压力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美国目前不断的加大 这个加征关税的规模 那么您认为这是否显示出 美国目前在这个解决 美中贸易谈判僵局的问题上 办法似乎这个 可以说这个并不多呢 实际上他已经用了一些办法 不但那是关税的办法 比方说对华为的制裁了 这些东西 这些手段实际上都是在 都是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谈判的筹码 所以说的话 不能说是手段不多 当然了这个结果现在还没有 但是的话 从那个国际角度来说 就是美国让其他国家屈服的话 这个是很困难的 达到美国的目的 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得通过长期的 不断的努力才能达到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对比方说对小国 相对来说的比较小的国家 像对威力拉拉 还是对北韩 这些美国要达到的目的 都到现在来看的话 都不理想 所以说的话 对中国要达到 就是川普总统的目标的话 短期内要成功 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但是的话 因为他们基本面在这儿 中美两国就是如果说是能够达成协议的话 对两个国家都会有非常好的好处 所以说的话 长期来说我认为这个是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但是的话这是个漫长的过程 明白 那我们现在看到美中双方 不久前在上海是结束了短暂的磋商 但是没有取得这种突破 但是双方呢 预计将会于9月份继续谈判 那您认为这次宣布 对这个价值3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 加重关税这样一个举动 对于之后的谈判 能否起到推动作用呢 还是反作用呢 我觉得的话 这个就是有一个 一个这个最后期限的话 总归是对谈判来说是个好处的 我可以看到我想这也是特朗普总统的一贯的做法 你可以看到他就是中美两国谈判的时候 他一般的时候都会设一些期限 比如三月份的 然后是其他的时候 他都会设一些那种最后期限 然后在这个期限之前一定要达成这个目标 一般来说在商业谈判里面 一般来说限定一个期限的话 总归会对谈判 就是说是在尽快的速度达成结果 是有好处的 明白 好的 我们感谢美国维基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 副教授陈昭辉参与我们的节目讨论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 仅代表嘉宾本人 不代表美国之音 感谢美国之音 谢谢大家